大家好,我是巨蛋不丁 今天是我的巴黎型戰略品開箱 開箱之前先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想看我更多的小物的話呢 請記得去追蹤我的IG 而且IG有這一次在巴黎的一些照片 如果還不知道的人可以去追蹤一下喔 因為其實我去巴黎迪士尼之前呢 我就有查到說他們今年6月呢 要在巴黎迪士尼正式舉辦就是LGBT的驕傲大遊行 唯一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整個心動就直接拿起來說 我要買搭配自己的GIFT圖 買米奇的彩虹徽章 天啊可愛又兼具質感意義 然後他還有另外一個呢是寫LOVE的 就覺得這也太可愛了吧 那我還買了無敵破壞王的角色徽章 一組的就是他有一組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破壞王 那破壞王就是送人了 You know 接下來是來自莎士比亞書店的戰略品 這時候呢好像就要講得稍微有點文藝一點 那像我這種平常呢就是比較少在看書的 就只能買就類似 這種明信片之類的東西 回家就是做個紀念 但我不得不說他出的這一系列的明信片也是非常的美 幾乎就是所有的都被書填滿 那除了這個很美的明信片我覺得很值得買來做紀念之外呢 我還有看到一個我覺得非常可愛的東西 就是這個地圖 它很gay吧還有用一條線綁起來 然後是他們法國國旗的顏色 這就是要留著啊 你看是不是很可愛 又露出這個表情 就是有點類似手繪版的耶 上面住機的店呢都在後面 有寫 而且這個裡面還有附他這個封面的明信片 非常的可愛 再來呢是我們從莎士比亞書店出來之後 我們就在附近閒晃 結果走一走我就看到有一條街啊 它的一間店 裡面全是賣丁丁歷險記的東西耶 我承認我是沒有看過 但是我就被它店面很colorful的樣子吸引進去 很簡單的塑膠提袋 然後裡面還有附一個底層有沒有 讓你可以就是放著賣 很可愛耶這個顏色 然後平常就是可能去買東西什麼的就可以提著這個 再來是其實我去巴黎之前我有稍微做一下功課 就想說有沒有一些可愛的小店可以逛 然後就有找到一間感覺就是寫我的名字的店 因為它的店面 它的店面完全就是黃色的 天啊這一定要去啊 然後它就在莎士比亞的附近 我們就是走路過去 殊不知其實進去以後就是有點失望 因為它裡面的文具啊 或是一些小屋東西 做個比喻就可能比較像是101文具天堂 我會不會被文具天堂人殺啦 除了文具小屋以外呢 還有一大部分都是雜誌類的東西啦 但其實我也沒有特別有興趣 就覺得很可惜 不然那個店面真的蠻可愛的 就是我在那邊拍照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那我其實還是有在裡面買一個小東西 就是全黃色的筆 然後它觸感摸起來蠻好的 就是有點類似矽膠的感覺 然後整支都是黃色 就覺得這其實也蠻可愛的 而且蠻符合這間店的風格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支 好接下來我要介紹馬黑區的系列 就是因為馬黑區也是人家說的就是文青啊 或是文創必廣的 因為那邊有很多小店 那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呢 就是這個巴黎的地圖 它是我在強威街附近的一間也是書店找到的 這個地圖它有做很多國家 東京啊然後其實紐約什麼地方都有 那我想說就買一個巴黎的做紀念 而且你看這個超有質感喔 它這樣露出一點點地鐵 然後打開之後呢 還有附它們的迷片 這樣放在這邊 非常的可愛 你看 它就是這個 一樣是巴黎的街道圖 而且我覺得它的配色非常的特別 然後後面呢 就是鐵塔 然後裡面有很多那個地鐵的路線 這個就是我買份送給泰拉 因為我覺得這個也 蠻適合給它當作那個 你知道它辦公桌不是有貼很多有的沒的東西嗎 那可以貼在它的那個辦公桌上 很可愛 這個我覺得很可以買 然後馬黑區呢 我們還有逛一間小店 就這個小店蠻妙的 它也是蠻複合式的 就是裡面呢 有一些視頻啊 明信片一些手繪的畫作 然後像這個的話 就是我個人覺得很喜歡的一個概念 就是它是用巴黎的四季 四季每一個季節呢 就會有一些不同的食材跟料理 然後它把這些東西集結成一張明信片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了四季一套 給大家看一下 但因為我現在有點忘記它的髮文 應該 因為這是AUT啦 所以這個應該是秋沒錯 貼在這邊 當裝飾之類的東西 或是就是跟朋友分享 接下來的戰利品呢 是來自馬黑區 非常有名的玄武店 你看我還特別留著它的小紙袋 這裡面買了什麼東西呢 數字的回文針 你看它從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有 雖然說就是 也不知道要拿來幹嘛啦 可能就是裝飾 例如說可能拿自己的生日 別在一個地方啊 或是一些紀念日 別在一個地方 除此之外呢 我也是想不到什麼用途 但它真的太可愛了 就覺得不買不行 第二個東西有買的呢 就是這一個 黃色的折疊型的水壺 拉長 很適合露營去用 雖然說我也沒有露過營 不知道為什麼 還要買一個 我覺得露營很方便的水壺 但我只能說呢 好啦 它也算是很可愛啦 就是有點像手工琴的概念 好不好 好了 我們進入重頭戲 就是羅浮宮的系列 耶 我在羅浮宮也是有買一些可愛的小物 我個人也很意外 因為想說羅浮宮是一個這麼有藝文 然後就藝術欣賞的地方 殊不知羅浮宮也是很狂 各種風格的周邊都有 就是想要撈錢 撈到不行 第一個東西呢 就是羅浮宮 它展物的貼紙 而且它這個貼紙很棒 你看它很用心 它的後面呢 還有分別編號 幫你編號說這個是什麼 例如說就是 呃 聖利女神 摩納麗莉莎 然後維納斯 就各種的貼紙 那因為大家知道我現在有收集貼紙的習慣嘛 所以就可以買這個回來貼 摩納麗莎 多彩多姿的長型磁鐵 然後想說看到 好啦 你是不是寫我的名字 而且這個磁鐵就是你在辦公室也可以這樣吸啊 然後貼一些文章或是小物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看蒙納麗莎的時候 就有發現說 它的蒙納麗莎展間就有一個區很大區的周邊 然後賣很多東西 然後我在那裡面呢 就買了 這兩個東西 而且我殊不知呢 其實在那個 羅浮宮金字塔就是 下面的那個大廳的區域啊 其實呢 它附近還有很大區的周邊 才買了就是其他的周邊商品 非常可愛的球形的磁鐵 你看它就是法國際的顏色 然後做三個 然後白色這個上面還寫Paris 吸的很牢 非常的可愛 把一張那個有沒有 明信片 然後你想要固定在那個 辦公桌上啊 你就可以這樣 非常的Paris 法國風的裝飾 你知道連這個明信片 都還要硬要用法國國際的顏色 來去固定它 怎麼樣 難得去就想說 就買一系列回來放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很推薦可以購買 最後一個戰利品是什麼呢 我們還是把這個壓軸 獻給蒙納麗莉莎小姐 Q版的蒙納麗莎 你知道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還一度想說 我該買嗎 買這個會不會太荒謬了 所以我還往前走 然後看一下別的東西 但Apple就說 這就是你寫你的名字 你就應該買啊 所以我就往前走 逛一逛以後 我還是回去拿它了 沒錯 它就是一個非常可愛的 黃黑完美搭配 讓你真真正奇的 蒙納麗莉莎盤子 然後是塑膠材質的 而且它不只如此 它有出很多顏色 就是這個背景有 呃粉色的啊 藍色的啊 我覺得也是不用 特別真的把它拿來 裝什麼東西啦 它就有點可以這樣擺著 當裝飾 然後就擺在我的黃色層架那邊 當裝飾 我覺得已經很滿足了 好的 那今天的巴黎戰利品開箱 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如果你有去巴黎 說不定你也可以去搜刮一下 這些小物 那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有什麼厲害的小物 或是有什麼推薦巴黎的小物店 我錯過的話 也可以留言跟我講一下 希望以後還是 有機會可以再去 拜託拜託 大家掰掰 好了 最後我們進入我們的 重 重頭戲了 好 哈哈哈哈